我們現在開始請你先注意看一下 老師比較建議就是說你養成一個習慣 當你在做設計的過程當中啊 一定要有一個參考值 因為這是一個3D的軟體 他並不是 他並不是一個2D的軟體 所以你很容易在那個三維的空間裡面啊去 迷路 所以說請記得 原則上我的習慣會在旁邊先建一個 有尺寸的一個造型 這樣你在製作過程當中你比較不容易因為 分辨不清楚你是在哪一個象限裡面 而把整個模型弄得很亂 所以即使要移動的話 老師通常也是用 Key進那個數值的方式去處理 好來那這邊 我們今天最主要講的是啊 如果你今天要做一個類似像日本的那個藏紙門的話 就是像那個小木門上面有貼那個紙張的 那一種木門的話 怎麼去處理 來你看一下 第一個我要120公分的話你先做一個記號 那我們今天就在這邊 先畫一個形 這就是一個 木門他本身的大小對不對 一樣快速按三下 先群組 然後按兩下進入編輯 那使用這個功能 去複製一個框進來 那你可以直接打 比如說你要5公分的框 那就先打5公分 好 那中間這一塊用不到的 造型就先把它丟掉 那再來 門 的厚度大概是4公分左右 好 所以好這是基本的一個 外框你要先記得 好 那 那 有時候啊如果說因為 本身框有一個厚度 你要去畫他的形不好畫的時候 通常老師也會這麼做就是說 我會先 選擇先不要把它拉厚度出來 你可以看一下這厚度還沒拉出來對不對 好 那我們先退出這個 這個群組 那接下來你看一下我們要在這上面去畫圖的時候 請你注意一下 是不是這邊每個一個部分你就要畫一個框對不對 好那你先要知道一下 比如說你要每個23公分左右 要畫一個框的話 好那現在請你注意一下 這邊 通常我會先畫一條線 然後再來把這條線 這是參考線喔 好 往上複製 那來數學比較好的同學請問你 我如果是要22格的話我必須要畫 23的話大概是10格嘛 我如果10格 在 導致第1條線跟第3條跟第2條線中間 我必須要畫幾條 是9條還是10條還是11條 應該是9條吧 是嗎 錯 10條 都沒有人敢回答嗎 好來我們再算一次喔 123456789 好果然真的是10條 因為啊剛剛那一條第1條也要算1條 所以其實中間是9條沒錯 只是這邊多加了1條是10條 好 這樣聽得懂嗎 好聽不懂的話去問數學比較好的同學 好 好來 那所以這邊你就會知道 每個這樣一個距離我必須要複製一條了喔 好那再來 這邊 先第1條 然後再來 一樣我要再複製一條過來 好那我想把它分成4等份 好 這樣子 好 好那接下來喔 因為你等一下每畫一個形的時候你都要考慮到他每個形 之間的連貫性 好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先畫一個單位形就對了 好所以現在注意看喔 我如果等一下 這個的寬度要3公分我這邊就是先要從中心線拉1.5出來 好然後這邊也要拉1.5出來 好 那再來這邊也是要各拉1.5 現在啊你就是只做其中一個單位形等一下全部用複製的就好 所以在這個階段裡面你的頭腦要清醒一點喔 好來再來 一樣的 方法外面也必須要一個1.5的小框 但是這個框不用在單位形裡面 我等一下做了你就會比較容易理解 好 好來 所以啊因為這樣子的關係我等一下要真正要做的型就是這一個型 好那我們先實驗一個看看 好 好來 好來 那其實畫3D的過程當中很好玩的是啊你常常都是 呃 其實你要的是旁邊的框可是你現在畫的是裡面的 這個不要的地方 知道你在講什麼東西嗎 好 所以有時候思考模式會在這個做3D的過程當中啊自己的頭腦會得到一些 不一樣的解放 喔還蠻有趣的 好來 所以這個 不要 好 好 好那現在我們需要去確認一件事就是說 這裡的寬度 好 你看不到 你有沒有發現前面有一條像蚯蚓的那個符號 好 那 那 表示啊因為我們的 那個數字來的小數點你會看不到他所以你這時候可以在那個模型 偏好設定這邊 不對是模型 模型資訊這邊實境位的地方你可以讓他多個兩位數的小數點 好 這樣你等一下可以看到 他的那個公分數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來所以這邊你看喔 24.5 好來我們看這個是多少 好一樣是24.5 那現在有個問題 這個部分啊老師應該剛剛的計畫應該是不對的外面可以先不用那個框所以我們現在直接把這個 跟這個基本形合在一起 像遇到這種比較麻煩的東西啊就是在第一次的時候會 第一個單位型你需要很認真去思考因為其實 老師有時候也會常常弄 搞混了好來所以你看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複製過來就可以了對不對好 所以表示這個基本形本身我們要在實驗 左右沒問題那再來上下有沒有問題 好 好來 好你看都合在我們的位置上了對不對好這樣大致上沒有問題之後 來 表示這個單位型是可以用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必須先把他的厚度先做出來 第一個這個我想要讓他4公分 那裡面的這個形讓他3公 2.5公分就好 好來 直接拉2.5公分 好來4公分跟2.5啊中間是不是會有個落差 那如果說 你懶得去計算的話 好你可以直接用這個 一條參考線然後拉過來看他跑了多少他跑了1.5對不對 好所以除以2的話是0.75 0.5 好這樣他會自己跑0.75 好那現在接下來啊 速度就可以比較快了你看到這樣你先複製第一個 好 然後再來把兩個 選取 選取起來 那你可以看一下大概要複製幾個先算一下 1 2 3 4 所以等一下複製4次對不對 來那現在還有個問題喔剛剛同學裡面還有做了一個東西 叫做 他還有做了玻璃 好 所以來老師剛剛忘記先把玻璃先畫好來 你這邊要畫玻璃的時候你只要在這上面直接 先畫出來 或者你偷懶的話可以畫一個之後 直接用複製的方法比較快 按著 RT鍵 然後這個點對這個點拉過來 他就可以在這個位置上面 好 好來那再來 快速按兩下按住Shift鍵 再按兩下 好先按右鍵 群組 那因為玻璃本身呢他是霧面的 所以你可以從材質裡面去選取 來玻璃與鏡面 那老師用比較誇張的玻璃讓你可以看得清楚一點的 好 來那再來剛 這個 厚度是2.5對不對 好所以是1.25 你記得要打數字的時候都要注意一下你的鍵盤 因為每個人的那個電腦不大一樣 像老師的每次都要去調整他的那個 那個輸入法 來這邊 目前他出現的是背面 好所以來我們快速按三下把他的 反轉表面把他反轉出來 好這樣子 沒關係 不管 好 你的那個部分你要注意一下 你到時候要貼圖的時候啊 你要注意一下正反面 好 來再來你可以看一下 這樣複製好一個之後啊 再來我們就可以開始去大量複製 你記得一定都要去抓他的參考點 這樣子你所複製出來的位置才會是正確的 好 好來那再來我們按 選取 再來這個地方你就是同時用滾輪跟左 那個 那個 左鍵還有你的左手要按住Ctrl鍵 按了之後 再用滾輪滾遠一點 這樣你才會知道哪裡可以對到他的參考點 對不對 好然後再來 你的鍵盤上面有一個像星號的一個 按鍵按星號現在出現在右下角有沒有看到 好 然後總共要複製4次就按4 就是乘以4的意思 好那這樣子 直接一個門很快速的 就可以完成 這樣了解嗎 然後啦你如果要把它變成一個元件也可以 因為變成元件之後啊他就可以 不在不大佔你的空間的時候 同時一直複製 這樣了解嗎 那另外變成元件還有一個優點 當你這兩個是同一個元件的時候 你可以去修改這個 你有沒有發現他兩個同時被選取 也就是說你裡面如果用了100個門 你只要修改一次 這100個門會同時自己修正 這樣聽得懂嗎 好來老師修正給你看喔 假使說我現在隨便 去操作這個東西 好我把從中間的這個 木門改成木頭色 你有沒有發現 一個改其他跟著改 好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說這個部分呢最主要是你很多事情是可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去處理的 那老師在這邊再重新強調一個觀念 假使你今天要在一個區域裡面 從這一段到這一段比如說你從這一段到這一段 你總共要有 6個 6扇門來說 好那你中間還要4扇門對不對 好所以你就除以 看看喔應該是除以5 除以5 中間就會產生 多4扇門因為剛剛第一個複製出來這個算第1扇 好 那中間會有4扇門所以你要除以5 這樣了解嗎 也就是底下12345除以5的一個概念 好 這樣他就能夠在一個 特定的長寬裡面去複製 這樣子的 呃造型或者物件 這樣懂不懂 好 那再來 如果你今天完全沒有任何的 規定 規定 好比如說我們先把貼在這邊 那你只是要 每個 比如說你看到這邊 每個50公分 從右邊開始計算起每個50公分你要一個的話 那你就先複製好第一個 好 打完50按Enter 再來你再按星號 右下角要出現星號了有沒有 你比如說你要 總共要複製10個 那你這個必須 總共要10個的話你必須要扣掉 原本的跟現在 增加出來的 欸對不起啊老師講的有點亂七八糟了 總共要複製10個的話你只扣掉一個 所以你要複製9個就對了 這樣聽得懂嗎 好就是包含第一個抓出來的也要算進去所以123456789這樣了解嗎 好我的數學很爛 所以很多這種東西我都是要靠自己的方法記起來 好那老師建議你啊 就是用你自己的方式去把它背起來就對了 好所以這邊最主要是 兩個方式一個是在特定的公分數裡面要去 等距離的複製東西 用這個方法 然後如果是你要 先想好你要幾公分然後去複製的話 那你就是先用這種方法去處理 這樣聽得懂嗎 好 那 原則上 不管聽懂聽不懂其實你自己去試一下 之後這個東西就變成你自己的一個技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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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